叫做色情泛滥对现代人的伤害 大家今天很多人你看他有了钱 他的生活目的啊 就是一件事 吃喝玩乐 那么有人呢就会讲 说中国的老古人呢讲过一句话 叫饮食男女 人之大欲 这个是大的欲望 很正常我应该享受 我应该去花钱 应该满足 这个话对不对呢 这个话错了误会 人之男女 饮食男女 人之大欲 这个话什么意思呢 这个话是提醒 提醒我们各位注意啊 饮食和男女 男女的性行为 吃饭 饮食 这两桩事情啊 是人生在世 人最大的两个欲望 这两个欲望我们大家知道 欲望 刚才我们采访听到了 欲望啊 它会有两个结果 如果你满足了自己的欲望 你就会更贪 贪心呢 更贪 比原来还糊涂 如果说你的欲望 没有得到满足 你看那个小孩子 他想要什么东西 你不给他呀 他就怨恨 他就哇哇大哭 人就是这样 人只要有了贪婪的心 得到满足 是灾难 比原来还糊涂 还贪心 得不到满足 他就怨恨 这个贪心呢 这两面啊 得到得不到 都是灾难 人生最贪 两样事情 饮食和男女 最大的欲望 这是人性的特点 所以古人告诉我们 人生在世 你最小心 最小心的 这两个火坑 这两大火坑啊 你要是不小心 他很容易就把你害了 所以并从口入 你不是好吃吗 有了钱就喜欢吃啊 对 并从口入 第二个 男女 男女的两性行为 怎么样 古人告诉我们呢 万恶淫为首 什么叫万恶淫为首 我们一开始不学传统话 也不懂啊 怎么杀人放火 都不是恶 不算是最大的恶 怎么这个男女的邪淫 男女的淫乱 色情泛滥 怎么就变成了 最排的第一个呢 什么原因呢 你看现在全国上下 各级政府都在 常年的扫黄打飞 打击这个色情泛滥呢 为什么 排在第一个 中国古人告诉我们 我们老祖宗讲 男女关系泛滥 色情泛滥 不正常 古人叫通奸 叫奸情 那么奸字啊 这个奸呢 他怎么样 你只要一犯了他 叫奸进杀 什么意思呢 你只要出现了这种奸情 你说我到歌厅 到这个 这种色情场所 找小姐 找妓女 找这 通通都算 这叫奸情 那么 奸进杀 是什么意思呢 靠近杀人了 靠近要出人命了 为什么 古人告诉我们很清楚 只要是男女出现问题 他就会产生嫉妒 你大家听 你看我们现在的报道很多 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杀人 什么呢 找情人呢 他找很多情人 女的找很多的帅哥 这个男的呢 找很多美女 不就做这个吗 最后里边出现了嫉妒 那就会杀人 肯定的 所以你只要犯了奸情 离杀人呢 就很近了 叫奸进杀 第二个 奸进道 偷道 为什么呢 你要满足对方的欲望啊 家里边夫妻好商量啊 这个不正当的就不好商量了 但你得满足他呀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贪官 抓起来之后啊 他贪污很多钱 什么原因呢 他为什么要那么多钱呢 一查 背后都有情妇 都有情人 他要供养 养着他这个情人 没有办法呀 他只能用贪污 受贿的这种偷盗的方法 那偷的 贪污就是偷盗啊 没人想给他 他自己敲敲的吗 对 触犯国法 所以奸进杀 奸进道 这是有自然道理在的 这叫什么呢 人情天理 天理就是自然规律 人只要是一犯了这个男女色情的问题 那好了 麻烦就来了 头一个 你的身体完了 第二个 你的精神垮掉了 第三个 你的官位 你的仕途 被削得平平的 你的事业发展不起来 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们不能细讲 所以你家里的孩子 你要千叮咛万嘱咐 不能犯这个问题啊 你说现在社会不就这样吗 你错了 糊涂了 不能说大家都这么干 这就对的 那不是这样啊 所以我们这才知道 万恶淫为首 只要这个淫字你犯了 男子女人 只要你犯了 你看这话讲的是什么呢 后边那个一万种恶呀 那个万字啊 是打比方 万恶都跟着来了 他是拍子头一个 你只要犯了他 你看杀人的 头到都跟着来了 万恶淫为首 你犯他万恶都跟着来 这话是这个意思 我们在今天打开电视 西方价值观犯来 打开网络色情 找情人 这个警察不管呢 红灯区 说这个促进经济 你看糊涂的想法呀 人心被毁坏了 所以现在电视网络杂志很多 为什么扫黄啊 这里面天天在教人什么呢 淫乱 色情 他为了钱呢 道德呀 就是在教人万恶呀 交给人万恶 就是交给人邪淫 交给人色情 这可以买卖的 合情合理合法的 你看西方价值观 所以咱们中国没有过呀 学过来的 把这糟粕学来了 真正的害人的东西 那么 大家会问 说色情泛滥 对身体到底有什么伤害 对现代人的身心 到底有什么不好 你能不能讲点科学的 具体的 可以呀 中医是最科学的 最圆满的 最古老 也是最彻底的 那么 中医里边 在五千多年前 就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呢 色情泛滥 对身体的伤害 今天西方科学家 通过实验 他也发现 中医讲的是真理 那中华传统文化嘛 他讲的是道德 道是自然规律 德是人按照规律去生活 去饮食 去男女 我们大家 要了解 人 作为一种生命现象 生命现象 我们最最最重要的 是什么呢 是三样东西 叫行气神 外形 你看 有胖瘦 有这个健壮的 有枯搞的 他不一样 有的是病泱泱的 有的是很健康的 外形看得见 第二个呀 就是气 你看这个人往这一坐 他那个气派 跟别人不一样 一看就是一个 大富长者 有钱人 一看就是一个 很富泰的人 那个气跟别人不一样 那个气呀 你看他没有形状 真实存在 行是什么呢 神是什么呢 神 也没有形状 但也真实存在 你看这个人 神气跟别人不一样 神气旺啊 经 是圣经 神 是心神 所以指的是两个器官 心脏好 神气旺 肾脏好 精神 精力就充沛 你看他讲科学啊 精神真好 指的是你的心 跟你的肾 很好 精神好 这个意思 那么 人生 这个人呢 人生一世 最宝贵的这三样东西 叫行气神呢 他藏在哪里呢 藏在我们男子女人都一样 藏在肾经里面 肾脏 藏在这里面 表现出来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肾经 肾经啊 就是男子和女人 在性行为的时候 所分泌的液体 男子叫精液 女子呢 叫白竹 这个是中医啊 他的术语 这我们都知道 所分泌的这些液体啊 就是我们的肾经 它里面有 行气神 就是你生命所有浓缩的 最精华 都在你的肾经里面 藏着 叫肾主藏经 这是中医里讲的 科学道理我们要懂 这绝对啊 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 你看他真 真有智慧 现在科学都证明了 西方的科学家 用现代的仪器 发现 发现呢 男子和女人 在性行为的时候 所分泌的液体 男子的精液 女子的白酌 他的成分 完全一样 这个话 就证明了 我们的先祖 讲的那个话 是真理 我们中华先祖 讲什么呢 只要是男女 犯了邪淫 犯了淫乱 色情 泛滥 对身体的伤害 是一样的 女子还要重一些 为什么呢 你看西医 给我们讲了 分泌的那个液体 成分 完全一样 所以今天 我们大家呀 要明白什么呢 不是说这个是专门 给男 男子讲的 不是 跟那个男子 同时 啊 邪淫的 同时淫乱的 那个女子 你看现在很多呀 从事这些 色情行业的 年轻女子啊 他对自己的身体伤害 跟那个男子啊 一样的 而且比他还严重 成分一样 再有 有的人说了 说现在这个教科书上 都在写 写什么呢 这都是西方科学家的观点 其实是错误的 说这个分泌的液体里边呢 就是一些蛋白质和核糖核酸 啊 吃一点鸡蛋 吃点营养啊 就补回来了 完全错误 为什么呢 西方人他不知道这里边 还有气 还有神 就是能量和信息 他只看到了物质 就是行 他看不到啊 还有能量和精神 那是看不到的 如果你要不相信呢 你看西医就说 男子的精液啊 哎 没关系 就是点蛋白质和这个 核糖核酸 你吃几个鸡蛋 就把它补回来了 所以今天很多年轻的 中学生 到网络 电影 杂志 媒体上 受污染 然后怎么 手淫 他大量的 遗失自己的这个 精液 女子是白灼 然后怎么样呢 哎 反正吃几个鸡蛋 就补回来 错了 那害人了 哎 为什么呢 那个东西是生命的 浓缩的精华 啊 不是吃 你要吃 吃俩鸡蛋补回来 那好了 那你不要 那你不要俩鸡蛋 你弄一筐鸡蛋 放在这 你给它放在杯子里 给打碎了 放在杯子里 它能不能生出孩子来呢 那不可能 哎 说明什么呢 说明 它不是那么简单 它是你最宝贵东西的浓缩在里面 啊 精华在里面 所以说 圣经 是一个人生命 也就是你的寿命的 具体的浓缩 哎 这我们中国人讲 父经母血 我们这条命怎么来的 爸爸 圣经 哎 爸爸的经叫父经母血 结合在一起啊 爸爸拿一点命 妈妈拿一点命 哎 夫妇结合 才诞生了我们这条命 我们这个命怎么来的呢 哎 爸爸拿一点命 妈妈拿一点命 才有了我们这条命 所以你从科学上来讲 人也要孝顺父母 啊 人也要报恩父母 为什么 你的命都是父母 各拿出来一点给你的 所以你才知道 男女的行为 对身体的伤害 对身体的损失 对受命的折损 非常大 啊 所以说 我们大家就知道啊 啊 啊 圣经啊 在我们的肾脏里面 它有两大功能 啊 这是讲科学 两大功能 所以这个东西干什么用的呢 两个作用 头一个 它是用来啊 滋养你的五脏的 啊 你的五脏六腑 心肝脾外肾 啊 靠什么来滋养呢 靠圣经 靠这个东西来滋养 所以一个人呢 他 他的这个五脏六腑 非常的坚固 非常健康 那个气色就不一样 为什么呢 他 圣经滋养啊 哎 你五脏好 气色就好 你看那个人 老纵欲啊 好色呀 色情泛滥 他在你面前一站 你看我们学传统话 一看就看出来 骗不了人呐 所以很多女子 风尘女子 化妆 哎呀 花多少万在那美容啊 一看不管用 为什么呢 他的眼睛里边没有神 望着一坐呀 那个精神 无精打采 那个气和神都不行 那个东西化不出来呀 你瞒不了人呐 学了传统话 是明白人 哎 你这个人望着一坐 男子女人一看 这个人 他犯在什么呢 他犯男女的这个问题 你看得出来 这个人的运气 这个人的精神 他的寿命 健康都有问题 你不要跟他合作 不要跟他合作 所以中国古人告诉我们呢 命犯桃花 所以有人就讲 哎 我是不是交了桃花 孕了这么多女孩子喜欢我 这么多帅哥追求我 命犯桃花呀 哎 桃花运呢 主大 必主大凶啊 哎 那是真的 所以我们这么跟大家讲 大家才听明白 色情泛滥的灾害 你的气和神没了 那不是画得出来的 所以他头一个 圣经是用来啊 滋养五脏的 你把那个圣经都用来 纵欲都流失掉了 你五脏就败坏了 那个气色就不行 荣华五脏的 圣经的第二个功能啊 诞生生命 延续后代 说这个的 啊 复经母学 它是最宝贵的 浓缩 啊 生命的浓缩 所以你看男 男子和女人 他只要一有性行为 就会有 诞生生命的 生孩子的这种可能 哎 这是自然 这不是谁发明的吧 说说你这个男女性行为 说保证 不用任何的什么 避孕药这些 那他就不会 呃 他就不会怀孕 那没有这可能 说明什么呢 圣经只要从你的身体里出来 作用就是延续生命 那你明白 你看 观察自然啊 你要觉悟 我就明白啊 这不是让你用来纵欲的 那有人就讲了 这里边有没有什么规律 有规律 真有规律 这规律是自然的 就像春天播种 秋天结果一样 啊 吃饭 有规律 那叫自然规律 所以古人用一个字叫道 啊 天道 人道 吃饭有规律 男女也有规律 饮食男女都有规律 这个在中医里面讲的很明白 啊 中医里告诉我们男子和女人 啊 三十岁的时候身体最强壮 啊 身体非常强壮 啊 他合成这些圣经的功能啊 很强 所以他周期短呢 七天 他就能够把圣经合成 圣经饱满 充盈 啊 第八天你可以啊 哎 这个夫妻啊 性行为 男女性行为 这叫三十岁的时候是八天一次 啊 四十岁的时候啊 十五天 就是半个月一次 啊 他生命衰老了 你身体合成能力降低了吗 这是自然规律 讲得通 听得明白 到五十岁的时候身体就更衰落了 啊 合成的能力就更低了 啊 精华就更少了 衰败了 五十岁的时候是一个月 啊 一次男女的行为 夫妻行为 六十岁的时候停止 为什么呢 你仅有的这一点圣经 他用来做什么的呢 他是用来养命的 滋养你的五脏 啊 用来做这个的 啊 你把它都拿去 拿出去种玉去了 那你就是不要命了 不要五脏六腑了 那你那个灾病都来了 所以今天很多人为什么生病啊 这个病 那个病 那是果实啊 种子 就是不懂的这个规律 乱来啊 夫妻也是这样 所以 三十岁 最强壮的时候啊 哎 八天一次 四十岁 十五天 半个月 一次 五十岁 一个月 啊 六十岁要停止了 要知道 养命啊 保自己的命最重要 这叫科学规律啊 自然规律啊 人人都如此啊 那么 我们大家看 我拿这个话筒打个比方 大家通过大屏幕应该能看得到 这个话筒啊 这个部分就像我们的大脑 大脑 下面呢 就是脊椎骨 它是连通的 就我们的大脑跟脊椎骨是连通的 大脑里边是什么呢 是脊髓 脑髓 大脑里是脑髓 下面是脊髓 这我们都知道啊 脊椎骨里边的脊髓 疯藏在里边 那是我们生命 生命库啊 你治白血病都得靠它呀 靠这个脊椎骨里的脊髓 脊 这个 脊髓 上边的是什么呢 是脑髓 脑脊液 那么下边是什么呢 下边是肾经 肾经 所以 大脑 脊椎骨 跟肾经是连通的 这西医都证明 这是科学常识 脑髓 脊髓 脊椎骨里的脊髓 和我们的圣经 是连通的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中医讲的是对的 五千年前 你看我们那会儿 古人不懂得 没有这个科学仪器啊 他就已经知道了 经生随 随生海 经指的是圣经 圣经充盈饱满 充盈饱满 他就往上走 顶着往上走 哎 你的这个脊髓啊 就很饱满 经生随啊 就这个意思 骨髓又很饱满了 又往上走 顶着脑髓 经生随 顶着后脑海 随生海 后脑海 所以你看呢 凡是那个清心寡欲 按照自然规律 符合男女之道 去生活的人呢 身体强壮 记性脑子好使 反过来 这个人纵于 男子女人都一样 肾经大量 一时他下边是空的 他空的 哎 他是连通的吗 哎 脊椎骨里的脊髓 就往下流 啊 脊髓往下流 流失光了 你的脑髓又往下流 脑髓流失光了 这人就死了 脑海倒灌啊 所以西方科学家 经过科学实验 一证明 说明什么呢 西方的实验证明 男子和女人 所分泌的液体 啊 性行为所分泌的液体 跟我们大脑里面的脑脊液 跟我们疯藏的 这个脊髓的成分 完全一样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啊 男子和女人在性行为的时候啊 所分泌的液体 不是我们理解的圣经啊 通俗的来说 就是你的脊髓啊 就是你的脑髓啊 你这才听明白 感情我们 纵欲 我们往外流失的 不是经验 不是这个白灼 女子分泌这些东西 是什么 是我们的脊椎骨里的脊髓 是我们的脑髓啊 对了 请问你有多少脑髓 多少脊髓 够你这样消耗 够你这样放纵 你这才明白啊 感情是这么回事 对了 他这科学啊 现在人 你看他打开电视 上网络 受刺激啊 三十岁 你不知道是三十岁 四十岁五岁 他怎么 他不是八天一次 他一天八次啊 他纵欲啊 那好了 你这才知道 你的圣经啊 流失光了之后 你的脊髓就下来了 脊髓再流失光了 你脑髓又下来了 流失的都是你的脑髓啊 脑脊液啊 你的脊髓啊 所以这些人 他记性不好使 脑子不好使 是真的 你听了我们这个 听了这个 古圣先贤的教导 你彻底就老实了 你看很多人 他不是好色吗 哎 你的老公如果好色 你把他叫来听啊 你把光盘给他看啊 他就老实了 哎 很多那个老板呢 我听说 浙江这边很多老板 有钱呢 有钱不怕 好色 好色也不怕 下次你给他看光盘 听论坛 他一听 听明白了 真是这么回事啊 你们喜欢美女吗 美女来了一看 哦 这个美女 他不敢喜欢了 为什么呢 这是吸脑髓的来了 哎 吸骨髓的来了 哎 所以啊 很多人现在 你看他有了钱 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他都不知道怎么活着了 哎 有了钱 有了权利 他就开始纵欲啊 哎 他还向你炫耀 你看 我有六个情人 我找了几个小姐 你就告诉他 你别高兴了 那是吸你脑髓的 哎 那都是白骨精啊 妖精啊 都是 哈哈哈哈 我们大家 这才知道啊 哎 伦理道德 讲的就是最圆满的科学自然规律啊 他讲的就是科学啊 所以你看看 哎 我们中国古人教人啊 真有智慧 他符合自然规律啊 有人向我们提过一个问题 哎 说我呀 没有那么多的男女行为 但是我心里老想着 老是属于这种啊 意乱情迷的状态 我们跟他们讲 这叫什么呢 这个叫意淫 意念呢 淫乱 心里边淫乱 叫意淫 这个意淫对身体的伤害更重 男子女人都是这样 他大量让你的气和神呢 消耗 把气和神消耗 所以你看那很好色的人呢 天天他五命三兆的 天天晕晕头转脑的呀 心里老想着这些色情的事啊 他那个气和神 很衰 为什么呢 圣经大量一失啊 这个我们要听得懂啊 哎 所以中国古人呢 我们 有道德 我们厚道 我们不是骂人的 而是教育人 提醒人的 过去 我们现在不懂了 那过去我们看到一个人 你看说这个人呢 不三不四 特别好色 我们说他什么呢 哎 你太下流了 我们今天也说这话 他以为是骂他 不是骂他 这是教育他 提醒他 哎 就好像那个水管子漏水一样 提醒他 你这么好色 你这么不正经啊 你那个脑脊液啊 脊椎骨啊 脊髓都在下流啊 往下流啊 是这个意思 哎 往下流呢啊 下流啊 你太下流了 哎 这是教育他呀 你要是再不小心的 你看香港有个歌星 男的 到医院呢 诊断 28岁脑萎缩呀 脑萎缩呀 最后28岁去世了 什么原因呢 重欲呀 色情泛滥啊 28岁就死了 脑萎缩呀 他脑脊也没了 为什么很多年轻人 记性不好使 大量遗失他的脑髓和脊髓 身体不好 有原因呢 这很多人好感冒 年纪轻轻的 什么原因呢 大量遗失肾经啊 脊髓空了 什么毛病都来了 所以说中国人是最讲道德的 哎 不生病少生病啊 现在我们西化了 男子女人都学什么呢 学性感 穿衣服也不会穿了 不要说吃饭 穿衣服都不会穿了 哎 走到哪里化妆 你看那女子化妆啊 一定要性感 这跟电视里学不教这个吗 但 我记得 有一次啊 我到商店里去 卖 女子的服装 一千零八十还名牌 哎 我说这衣服有什么好的呢 他说这衣服性感呢 我一看 这个衣服挂在墙上 我说这不是一堆绳子在这挂着吗 你怎么 他说这不 这穿上可性感了 嘿呀 我说你这都是跟西方学的 这个可不好了 他说你看我给你穿上试试 那个 售后员小姐 三下两下 变戏法一样 把那堆绳子 绳上一套 我一看 我说这不是网兜吗 这不都漏着呢吗 哎 我们北方管 那叫网兜啊 我这不是漏着呢吗 哎 他说你老土了 你太落 这个落伍了 这个最性感的 我说你这个最缺德呀 你这是短命的衣服啊 你穿出去之后 大家想一想啊 你说现在的女子啊 出去之后讲什么 回头绿 哎 人家都在看我呀 你看这西方价值观 都看我呀 回头绿 你说你 你这有什么奇怪的 你要是不穿衣服出去 人家更看你呀 那回头绿更高啊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所以你看 他把自己穿的那么暴露 穿的都不像人的衣服了 那人家还不看你 跟看猴子一样啊 这这动物才不穿衣服嘛 哎 你看看 他美其名曰叫性感 我说你这个要人命啊 哎 那马路上人一看到你神魂颠倒 他就下流了 你这不是短命的衣服啊 真是这样啊 哎 他看着我 他说你这个衣服好啊 我说我这个衣服啊 中华传统文化老祖宗给我们发明的衣服 你看他宽衣大修 你看他宽衣大修 是吧 哎 我这个衣服啊 我们这个老师们穿的这衣服宽衣大修 他说这有什么好的 我说他不缺德呀 他不性感呢 这衣服啊 穿出来之后 哎 人家看了 第一个常常问我呀 哎 你是不是卖茶叶的 我说 我说不是啊 他说那你是不是大夫啊 你是不是卖中药的 我说也不是 他说那你是教书的先生 教古书的 我说也不是 但是反过来你听啊 人家看到我们穿的这个衣服啊 他想到的是什么呀 茶叶 中药 古书啊 都是好东西 都是健康长寿的东西 哎 对吧 那好 道德呀 现在这个女孩子呀 男孩子跟电视里学都学穿那个缺德短命的衣服了 出来之后啊 人家一看到你那个衣服 想到的都是下流啊 要命啊 所以说 我常常跟他们讲 我说你穿衣服都不会穿了 哎 我们中国人 有道德呀 哎 真的有道德呀 所以我们常常问一句话 你会做 女人吗 会做男人吗 这话意思很深 那个不会做妻子的人呢 要命啊 天天把自己浓妆艳抹 化妆得很性感呢 还跟自己丈夫炫耀 这个丈夫也很糊涂啊 你干嘛不把自己弄得性感一点呢 你看看人家明星都学啊 所以你家里守着一个性感的太太啊 那你就一天八次你早死啊 真的是这样 哎 我们大家要知道中国有一句老话 中国的老话是什么呢 丑妻禁地家中宝 妻子 不好看 啊 不好看 她是家里的宝贝 怎么是宝贝呢 她让你啊 倾心寡欲 所以我们看到民间那个老奶奶呀 看到自己的孩子呀 领回了一个妖精 浓妆艳抹的 哎呀 红颜祸水呀 这个话不是欺压妇女 不是这个意思 是警告 为什么呢 你把这么妖艳的一个女子 领过来之后啊 你怎么样呢 你真的死期就到了 她让你天天呢 性欲勃发呀 你想一想 你 我看有的那观众啊 真的还在下边寄呢 拿个本子 三十岁八天一次 还在那寄呢 是吧 哎 很认真啊 哎 但是拿着本子之后回家 一看到性感的太太呀 本子一扔算了 哎 那不管用啊 我们跟大家讲这个不是笑话啊 你 要让自己的亲人健康长寿啊 要让他过符合人道的生活呀 哎 所以说善恶是非没仇 今天都颠倒了 这一颠倒就麻烦了 灾祸就开始了 那灾难就这么来的 啊 所以 人不会做男人 不会做女人了 你看 自己啊 受苦受罪呀 有的观众向我们提问题 啊 我记得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一个观众 哎 他说我听了你汇报我也挺害怕的 但是我不理解 他说我身体很强壮啊 性欲旺盛啊 跟你说那个周期不一样啊 哎 我身体很好没事 我太太还说我男子汉呢 你你这个 他说你怎么解释我这个现象啊 哎 我跟你说那个周 那个自然规律不一样啊 我说很简单 你做个实验 你回去拿一支蜡烛 拿一盏油灯 你把它点着 你看着它 那就是什么意思 我说你看着它 找到最后的时候啊 他那个火焰呢 火苗啊 突然就亮了 比平时要亮很多 回光返照啊 你还认为 哎 你还认为 哎 你说我现在身体很好 自然规律之外 没有任何东西 所有的科学 通通包括在自然规律里 哎 自然规律之上 自然规律之外 没有一个人 啊 没有一件东西 没有一件事物 通通都包括在里边 那叫什么 自然规律是最伟大的真理啊 谁也逃脱不掉啊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街上 贴很多小广告啊 贴阳尾 治女子的性冷淡 治男子的阳尾的 啊 我们现在看这些卖这种撞阳药的 包括外边 这只 哎呀 你说扫黄打飞难哪 你看现在这个商店 很多 叫什么性保健品店 夫妻用品店 啊 性快乐店啊 这些店那比书店多多了 现在生意很好 那里边都卖这些东西 那有观众问我们 是这个东西 哎 可不可以 是不是害人的 真是害人的 为什么呢 你看 男子的 杨尾 女子的性冷淡 它是什么呢 是身体自我保护机能 哎 打个比方 外边天气很热 屋里很冷 你从外边一进来呀 鸡皮疙瘩起来了 什么原因呢 那个鸡皮疙瘩啊 就是我们身体的神经系统 它 它天然就有这功能 一下就收缩 把那个毛孔都堵住了 堵住之后呢 你的热量就不往外排了 保温它不能冻死啊 保命 所以说 鸡皮疙瘩起保温的作用 这是医学常识 我们都知道 这个鸡皮疙瘩就提醒你 哎 起来了 你该穿衣服了 哎 那是警报啊 哎 它是身体的自我保护机能 人人都有啊 这不是谁发明创造的 这叫自然规律 这叫人道 人的天性 你吃了壮阳药了 啊 你用了那些色情用品了 好像是如何 我们跟大家讲 这个阳尾也好 性冷淡也好 它就是提醒你的身体啊 已经进入到非常危急和衰弱的状态了 不能够再进行啊 这种行为 它进入自我保护了 你看它自我保护 它不能再发生这种行为了 哎 你使用这些东西 吃这些药 破坏 把你身体的自我保护系统通通都破坏了 这一破坏啊 那你的命就短了 你这个病就来了 所有灾难都开始了 所以灾难怎么来 就这么来的 谋财害命 开那些店 卖这些药啊 做这些广告啊 你得知道常识啊 你可不要为了 那一点点的快乐 给自己造成啊 一家人造成痛苦和伤害 有人讲 色情泛滥 能给人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你能不能举更具体的病例 三种 头一个 你不是纵欲吗 色情泛滥吗 好 没关系 警察不来找你啊 自然灾难 那个疾病 那个反作用力 那个恶报啊 报应你跑不掉啊 头一个 糖尿病 糖尿病 糖尿病的原因很多 色情 色情泛滥 色情泛滥 那么 这个糖尿病有上胶 中胶和下胶 下胶就是肾经亏虚了 肾经亏虚了 最后啊 你就得糖尿病 所以糖尿病种类很多 有是食物啊 有是生气啊 这个心理啊 还有一个就是中育造成的 糖尿病 头一个 第二个 中风和偏瘫 中风偏瘫 嘴外眼鞋啊 嘴外眼鞋 不会说 三十多岁 让父母啊 推着出来的 推着出来的 后半生要从轮椅上度过了 度悲惨 你有多少钱 不管用啊 这是中风和偏瘫 这是中风和偏瘫 男子女人 我们看那个女孩子 哎呀 不到三十岁 年轻漂亮啊 怎么样呢 嘴外眼鞋 不会说话 后半生父母伺候啊 你大不孝啊 你以为你在这 重情享乐 你那个是把全家带到火坑 第三个是什么呢 坏鞠 什么叫坏鞠呢 哎 手脚烂掉的溃烂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手脚溃烂呢 你看我们看到这个 第几章现在是 我们现在放第二章 对 哎 你看这都是 我现在看不到 这大家都看得到 这个是溃烂的情况 在医院里边呢 像这样的病人很多呀 什么原因呢 手脚溃烂的原因呢 纵欲呀 这里边还有女子的 有两个女子的病例 那我们可以看 现在是那个做手术的那个 那我们可以看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是真的呀 哎 最后我们可以看 那个那个 那个大腿 为什么会聚下来 那个腿 为什么会聚下来 看 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 哎 这个 你的腿 为什么没了 一条腿 两条腿 一共就两条啊 你看看 人皆知啊 为什么烂了 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呀 色情泛滥 监禁杀 那个杀 刚才我们听到了 首先不是杀别人 是杀自己 你是不是杀吗 今天把腿锯掉了 明天把胳膊锯掉 最后你不就死了吗 监禁杀 是这个意思啊 首先杀自己啊 还有这么深的意思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那我们今天这堂汇报 太难得了 现在是什么 是 我们大家要了解 这些通通都是什么呢 反作用力 通通都是啊 报应 都是报应吗 你怎么能说 人可以乱来呢 享受 红灯区 我不知道啊 这个扫黄打飞的这些办公室啊 能不能早日出台一个政策 就把这个照片都贴到那个 卡拉OK桑达按摩门口 你不是要消费去吗 你先看这个 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 大家很多人呢 有了钱 他喜欢美女啊 美国有个明星 你看 这个人叫玛丽莲梦露 美啊 很多人就见 跟见的美女就就就就就就跟这样一样啊 你看他真美啊 好色 那是假的 你的快乐 你的刺激 通通都是假的 为什么他不能长久 长久的真的是什么呢 是死亡 是灾难 我们可以看 这是他死的时候的样子 你不说他美吗 他性感吗 性感是假的 死是真的 快乐是假的 痛苦是真的 灾难是真的 玛丽莲梦露 玛丽莲梦露 年纪轻轻的 他为什么死的这么惨 死的这么早 多次的这个色情电影 都是他演 他主演的 那怎么能有好报呢 你交给别人色情 交给别人淫乱 我们这个 他死的这个样子 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呀 当你看到美女 你就要想到这个灾难是真的 跑不掉啊 报应啊 报应啊 那么 时间的关系啊 我们要详细的讲 就是这个万恶淫为首 色情泛滥 我们可以讲一个星期 绝对没问题 我们最后告诉给大家 中医 我们的古人告诉我们 一个规律 什么规律呢 叫做 三精成一毒 专上不截女 什么叫三精成一毒 三个男子的 敬业 在你的身体里 你说我前年 我找了个情人 去年呢 我又有个男朋友 今年呢 我又如何 对 你只要有那么两三个 这种 情人 这个女子 她的身体里啊 会留下来 这些男子的 精液 你说这个 清洗 清洗不掉 她会储存在你的身体里 这是科学啊 这是我们讲 这个生理科学啊 她会储藏 她会有记忆 三精成一毒 是什么意思呢 那个东西 混合在你的身体里 就是毒啊 剧毒啊 她会怎么样 她会要了你的命啊 三精成一毒 专伤不截女啊 那种 不贞洁的 不懂得呀 保护自己的 性开放的女子 专门伤害她们 所以我们非常感恩呢 这些老师 能够上台来作证 现身说法 告诉大家 哎 你色情泛滥 你有多么的悲惨 我们下面有请啊 采访的这位老师 我们下面这个采访啊 非常难得 非常教育人 所以我们特别感恩呢 这些老师 一会儿还有一位老师 非常的感恩他们 能够 说出来呀 没有人愿意说的事情 谁愿意讲自己的这些事情 但是 这些老师舍己为人呢 哎 能救太多太多的 尤其是年轻人 啊 受西方价值观毒害的人 那么我们先来问一下 啊 灾难呢 都有他的根源 这位老师 他 医生告诉他 还有三个月的寿命 啊 还能活三个月 那么 灾难都有根源 我们下面来问一下 他在二三十岁的时候 他种的是什么种子 是谁 啊 灾难 都是因为教育失败啊 哎 他受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听说他喜欢呢 看电视 啊 喜欢看什么样的电视 我特别喜欢看找情人的电视 这个 找情人的 啊 这个西方啊 和现在啊 很多啊 里面都是这个呀 哎 那么 很多明星 啊 你看打扮得很妖艳 很性感 这个老师在年轻的时候 也那个样子 头发是黄的是吧 是 那个时候我就跟电视学了 把头发演的全是黄色的 可长了 大半的可耀眼了 身体穿的衣服就像电视明星一样 前后背全露着 特别性感 前后背都露着 是 啊 就跟电视明星一样 都是跟电视学的 所以好人呢 教出来的 哎 坏人也是教出来的 灾难就这么造成的 人做的吗 啊 那我们来问一下啊 那个时候啊 这个老师 他是生活在农村县城里边 啊 啊 也开始找情人呢 啊 色情犯来 我们问一下啊 先后找了多少情人 找了几个 四十多个 声音大一点 找多少 找了四十多个 找了四十多个 啊 我们大家听到啊 这个 在当时啊 他没有受过传统文化的教育 他不懂啊 怎么为人 怎么做女子啊 快乐就好啊 刺激就好啊 那我们来问呢 想找这些人做什么 为了钱 找一个有钱的丈夫 和我以前的丈夫想离婚 他特别困难 我不想和他老过吗 想找一个有钱的人啊 那么找了四十多个情人之后 后来找到没有 没有 这个 就叫 极恶的能量 当你发出去之后啊 你会受到一个 极恶的反作用力 啊 我们民间老话 报应 回报反应啊 哎 那么 没过多久 这个 你看年岁不大啊 今年才五十岁啊 这个老师啊 他出现什么症状呢 第一个 这个脑子不好使 是吧 是 真的是脑子不好 七力减退 在三十六七岁的时候 我的脑袋 大肆都 记不住东西 特别不好使 我就问我母亲 我重点的生数 不可能脑袋不好用 脑袋不好用 都是六七七岁的老人 可是我现在脑袋就不好使 我就上医院去检查 你检查医生说 也没说出了什么原因 那个时候啊 三十多岁 脑子就不好使了 医生也查不出来 这刚才我们听了呀 哎 大量的医师 脑髓 造成了 哎 这个才是刚开始啊 那后面还有灾难 很快他就发现身体出问题了 我住在农村 和我父母在一起 我父亲已经过世了 家里呢有地 全都是我种的 感觉身体特别不舒服 天天流血 很长时间我也没有去看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生 常常啊 是 流血 是 到医院检查 后来我感觉不对劲 我就上医院去检查 一检查 当时我就看 那个画面 我自己能看到 这个我们大家可以通过大屏幕 能够看到 这个老师当时的那个医院诊断证明 这是当时他的情况 您接着讲 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我马上就说 那个医生 这不是癌症吗 那个医生看我看出来了 他马上把你画面毙了 这个画面呢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 公颈癌 大家没有见过吧 一定要记住啊 就在面前了 这是真的 怎么得的 跟医院我们找到了 那么 您当时问那个医生啊 医生怎么讲 那个医生是个女的 因为我和对下离婚了嘛 我母亲那么大 所以说不能令我去看 是我自己当医院去看 医生就说 你把你丈夫找来 我说我没有丈夫 是我自己 她不想告诉我 她说告诉你 怕你接受不了 我说你说吧 早死晚死 都得死 但是我必须知道 这个病的原因 那个大夫听了很长时间 告诉我 说你年轻的时候 接触男人太多了 他的度处 存在里边 等你到一定城市 他就爆发了 得的是共颈癌 已经晚期了 我就问大夫 能不能手术 他说已经太晚了 不能手术了 我们大家听到啊 医生说的 你总不能说 医生的话都不听了 不相信了吧 科学你要相信 医生讲的话 跟几千年前 我们老中医讲的 跟我们中华先祖讲的话 一样 第一个告诉他 一看这个病就知道 这种病人太多了嘛 一看就知道 说你接触的男子太多了 接触男人太多了 第二 那些啊 都是毒 你看三经乘一毒 这是医生说的 跟中医讲的话一样 那些都是毒 储存在你的体内啊 等到条件成熟 就会爆发成疾病 这是医生讲的话 完了 知道的太晚了 那么医生说这个病啊 还剩三个月 我就问医生 我还能活多长时间 医生说 能活三个月 我当时就问医生 这种病有多痛苦 他说 你这病等到最后的时候 就是说您问医生啊 是 最后死的时候 这种病死的时候 什么样子 最后我问医生 我说我死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有多痛苦 医生说 你这个病 到最后的时候 把你那个留着 就像一个大仓似的 烂 全部烂掉 底细全部给你烂没了 把你的身体的血 全部流光 你就死掉了 特别痛苦 这种痛苦呢 我已经承受了 我们听到啊 得这种病 公颈癌啊 子宫癌啊 等等这些啊 他死的时候 怎么死的呢 医生已经讲了 全部烂光了 最后那个血也流光了 然后你就死了 而且那个疼痛啊 承受不了 你看看 你能快乐几天 你这个痛苦啊 我们来问一下 这个老师家里 还有什么人 家里有个老母亲 老妈妈多大年岁啊 今年77岁 77岁了 是 还有一个残疾的儿子 还有个残疾儿子 多大年岁啊 25岁 25岁 你看 上有老 下有小 自己 还剩三个月 灾难都有根源啊 哎 道德呀 你不懂这个 一个都跑不掉 天网恢恢 数而不漏 我们来听听啊 这个老师给我们讲 这种病 哎 你不要说到 到死的时候 现在有多痛苦 多疼 他上台得打 那个杜冷丁啊 有的时候 我很幸运 在大连开的论坛 是一个朋友 给我挂他电话 我就上 我以为我隔大连 还有四百多里 我上午踩刀的 下午就上论坛去听 听了三天 我才听明白了 下午 第四天的下午 我去找陈老师 我听明白了 这个病 一切的原因 怎么得的 那个时候 我在当时就是 第四天 下午我就上台讲 我是在家了 我都纳得杜冷丁 打得杜冷丁 我上台讲的 因为太痛苦了 震痛 就感觉到心 整个这个心脏 和肠子 和小肚子 东西 就像是 拽下去 那么疼痛 就感觉五脏六腑 都掉了 全掉了 身体疼的 全是寒 我感觉 我就以为 我快要死了 我就想 我一定要 能讲一天呢 我就讲一天 告诉现在的孩子 我这个病怎么得的 我怕我死了 来不及了 我们大家 我们听了这个 人生的幸福啊 有根源 人生的灾难 也有根源 所以很多人说 生病是偶然的 它怎么是偶然的呢 作用力 反作用力 这是科学啊 你为什么受了 这样的反作用力 你想一想 你当初做什么了吗 多清楚啊 所以我们特别感恩 这个老师 他学了传统话 他明白了 所以他要上台 忏悔教育更多人呢 我们古人告诉我们 相由心生 静随心转 命是自己造的 不怪别人呢 自己造的 所以说人心改了 他的这个命运呢 就会慢慢改变 这个老师上台 从八月份在大连 到现在啊 现在身体已经开始 有所转变了 是的 能吃饭了 也有精神了 是吧 以前的时候 我吃不下饭 以前的时候 没上台的时候 吃不下饭 吃不下饭 吃到很少很少 经常不吃饭 现在呢 我能吃下饭了 我感觉我身体一点点 现在已经 有点好转 这个呀 吃了很多的中药 哎 你不在医院 医生的配合下 也不可以 但是有很多人说 我把药铺都吃倒了 那个医生也没办法 什么原因呢 你的心没改 你把心呢 还是处在这种 扭曲的状态 你心一改过来 哎 再吃点药 再打针呢 医院一配合呀 很快就好转了 采访的最后 我们请这个老师啊 给大家讲几句忠告 我的人生 走到今天 是我自己自作自受 违背了道德 我只想告诉 天下的 所有的男子女子 和男孩女孩 和在座小姐 希望你们赶紧回头 赶紧跳出火坑 如果你们还继续找情人 换男朋友 女朋友 你们的下场 就和我一样 得公警癌 癌症在等着你们 希望你们快快回头 我必向我学习 如果你们不回头 就像我一样的下场 公警癌 卵巢癌 子宫癌 全都是歇阴而得的 我们大家听到啊 这个照片啊 告诉给我们的是什么呢 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 这叫什么呢 不遵守道德的报应啊 乱来的反作用力啊 就这么简单吗 你看就在眼前 人 证据 你不是相信需要科学 要证据吗 都在眼前啊 不能色情泛滥 好好做人啊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教训 用生命换来的 让我们再次啊 感恩这位老师 谢谢他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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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付出 感谢 感谢 你们的幸福 为了更多人快乐 为了更多人幸福 我们一起携手 不负责 相信 各位观众 我们下边这个采访啊 叫做 一个癌症患者的反省 大家看一看 我们两个人谁像癌症患者呀 他比我看着还健康呢 今年呢 我们这个张华老师啊 三十多岁 在他 三十岁的时候 应该是三十岁的时候 三十一岁的时候 突然呢 被诊断出来 得了癌症 当时他身体的情况可很好 非常好 我们下边大家就来听一听 这癌症是怎么来的 我们没想到 没想过呀 也没听说过呀 向由新生 静由新转 你的命运是自己造的 好的自己造的 坏的还是你自己造的 我们下边就来听一听 他当年呢 是什么情况 被查出癌症来 是什么原因 是什么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 什么原因 大家好 那是零八年的时候呢 一次体检 非常的意外 那次很巧 是父母陪同我一起去的医院 拿到这个体检的报告 医生呢 当着我父母的面 就宣布了 我得了恶性的癌症 当时呢 父母的那种表情 我真的很难用言语来表达得清楚 我自己的脑子就是突然一蒙 什么都气不起来 什么都想不起来 当时完全出于一种白痴的状态 说真的 我就是不相信我得癌症了 因为打球 metal 脑子 脑子